2月5号媒体再次传来悲痛消息,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红遍两岸三地的一代玉女歌手沈艳于美国去世,享年六十岁。 消息传出之后,很多人为之悲痛,很多人也没有听闻过她的名字,其实她的歌声一直伴随着八十甚至九零后,那一首《踏浪》就是出自她之口。 据了解沈艳的家人希望此事尽可能地低调,所以圈内的一些艺人都不知道,当年与其齐名的玉女偶像歌手江陵,也是经过友人告知,才得知她过世的噩耗,据说她难以置信,心情相当地难过,毕竟两人曾共度过美好的回忆。 最后证实消息的是艺人杨庆皇的经纪人,经纪人说,这几天杨庆皇和美国好友聊天,才得知沈艳在2020年的圣诞节前,在睡梦中安详离世,享年六十岁,目前还只知道死因可能和心脏有关。 杨庆皇也是著名的歌手和演员,和沈艳,江陵这些结婚就早早离开演艺圈的女艺人不同,杨庆皇至今都还在做演艺工作,最近的作品是2020台湾最卖座的悬疑大片《奎翔》,纵写二。 杨庆皇当年在大陆也曾风靡一时,沈艳生于1960年,原来的名字叫周美林,其实这个名字也挺好听的。 她19岁的时候参加中华电视台的训练班出道,一名沈艳取的是陈于洛艳的意思。 那个时候歌星都是要拜台湾老三台码头的,沈艳是华士训练班毕业,属于华士的基本歌星,当然被华士力捧。 而《唱片约》则是签给了当年非常有实力的歌林唱片。 歌林当年有多牛? 邓丽君虽然当时签给了国际大唱片公司宝利金家的宝利多,但在台湾的唱片只能由歌林来发行。 所以当时她的专辑都有两个版本,台湾歌林版,以及海外宝利多版。 沈艳刚进歌林的时候,歌林的大姐大使凤飞飞,刚刚出了著名的专辑 《燕儿在临烧》,是当时琼瑶电影的御用演唱人。 那个时候,男歌星第一人刘文正刚刚离开歌林,转头东尼机构。 当年歌手出唱片,或多或少都要和电影,尤其是文艺片有关联的。 歌林为沈艳出的第一张专辑《踏浪》,其实就是电影《我踏浪而来》的歌曲集。 从《踏浪》的封面就可以看出来,沈艳当时走的是健康青春和梦幻女郎的路线。 这部《我踏浪而来》,虽然不是琼瑶电影,是确实是当时琼瑶式爱情电影风潮中的电影。 策划也是琼瑶御用导演刘莉莉,主演则是秦汉,林凤娇和同兴欧帝不是后来的欧汉生。 沈艳也有客串演出,并出现在海报的下方。 沈艳属于一出道的第一首歌就爆红的那种歌手,《踏浪》的词曲也是琼瑶最常用的两位,作曲是古乐,填词是庄奴。 说起踏浪在大陆的风靡,就不得不说最早将这首歌引入大陆的著名歌唱家朱冯博。 朱冯博老师是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。 他在1980年代初期,将台湾校园歌曲介绍给大陆听众,翻唱了众多台湾民歌时代的作品。 1980年,他在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出了一盘翻唱台湾校园歌曲的磁带,叫《我的琴师》,这盘磁带壁面第一首,就是《踏浪》。 好多人还以为这首歌真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呢? 另外,朱冯博还在同时期出的《轻问》专辑的第一首,翻唱了沈宴的《我踏浪》而来。 不过,谁也没有想到,《踏浪》这首歌会用两个二十年影响两个不同世代的听众。 在《踏浪》问世二十年后,两千年一月,当时非常红的台湾偶像女歌手徐怀玉,在她的《乐专辑》中,将《踏浪》放在最后一首,并改编成了《舞曲风》。 没想到,这首歌在大陆流传了很多年,流行程度甚至不亚于徐怀玉的《我是女生》等神曲。 年轻一代没停过沈宴版本《踏浪》的,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徐怀玉制造了这首歌。 徐怀玉的这二十年也是历经坎坷、起起伏伏,她付出到大陆演出,舞台效果最好的,每次演出必唱的,就是广场舞神曲《踏浪》。 2018年1月,徐怀玉参加大陆综艺节目《不凡的改变》成为传奇歌手,台上的敬唱歌手伊克拉木演唱了一版改编的《踏浪》。 徐怀玉听说他要唱这首歌也很吃惊,当时作为嘉宾的潇洒歌赵英俊还站起来喊安可,三年过去,潇洒歌也不在了,愿他安息。 风书手里还有一张宝利多唱片出的沈艳之歌,其实就是踏浪的海外版。 1980年,沈艳在歌林出了一张专辑《叫在这里》,但说实话,这些歌曲都是为当时的玉女歌手夺申定做的,听来还是相当千篇一律。 除了在乐坛大放异彩之外,沈艳还进军影坛,先后出演了《乌龙行大运》、《蹦蹦一串心》等电影。 而《蹦蹦一串心》当中的主题曲《一串心》更是红遍大街小巷,事业也是由此攀上前所未有的高峰。 1980年,因为长相俏丽,沈艳成为台湾电影圈争抢的女演员,演了好几部爱情电影。 这部《花飞花舞春满城》讲的是当时台湾青年人的婚恋观,沈艳和当时还很年轻的李立群,以及后来成为台湾电视一线小声的江后人主演。 沈艳的漂亮真是属于梦幻型,不过当时穷瑶电影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,不然它应该会是阿姨很喜欢的女主角类型。 这部《心酸酸》是那种民国悲情电影,沈艳扮演一个命运凄苦的女性,但这样的角色,非得是陆小芬这样的演技女星才能驾驭的,沈艳演来还是单薄了些。 当然,主题曲《海之艳》也是沈艳唱的。 喜剧片《一线两星大竞技》其实是讲述青年警察的电影,是一部正宣剧情片。 这部电影是当时以纪录片为主的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少有的剧情长片,很多当红台湾明星都有参加演出,包括沈艳。 喜剧片《家妻闹翻天》,沈艳和阿碧钟振涛演一对结婚的小夫妻,折腾了四次才终于结了婚。 沈艳在片中有多次穿婚纱的镜头,她当时不过才刚刚二十岁。 那时候钟振涛在台湾非常红,和她搭档的都是当红女星。 当年钟振涛和沈艳合作比较多,两人还在香港同台演出,并成为同一间唱片公司歌手。 之后阿碧所在的温男五虎,还和沈艳合作了一部港台合制电影《鬼马舞复兴》。 1981年,沈艳在台湾的唱片约签给了《综艺唱片》。 这间唱片公司和阿孝姑侯孝贤关系密切,几年后侯孝贤还专门为《综艺力捧》的女歌手杨林拍了一部《尼罗和女儿》呢。 刚进《综艺》,沈艳就主演了侯孝贤编剧,陈坤后导演的电影《蹦蹦一串心》,搭档钟振涛,高凌峰和黄仲坤。 这部电影倒是一般,但沈艳为这部电影配唱的主题曲《一串心》,却成为她的代表作,华纳出版的海外版。 紧接着,沈艳还和钟振涛主演了侯孝贤编剧,陈坤后导演的《翘如彩蝶飞飞飞飞》,沈艳再度穿上婚纱和阿碧演一对新人。 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当时典型的穷瑶式爱情片,但侯孝贤和陈坤后在电影中,融入了很多现实元素,比较食人间烟火。 但沈艳在1982年演过电影《女子学校》后,就再没演戏了。 1982年,台湾老三台的综艺节目也打得不可开交,沈艳以主持人的身份,主持了台湾电视台以她名字命名的大型综艺节目《燕在临烧》,不过这个节目只播出了半年时间就停掉了。 沈艳当年出版的《青筹专辑》中,演唱了《燕在临烧》的同名主题曲。 当时,一个从苗栗来的叫胡自雄的年轻人,担任沈艳的助理主持,他们还经常一起演短剧。 这位叫胡自雄的年轻人,就是后来的主持《天王胡瓜》。 2月5日,当沈艳去世的消息传来时,胡瓜正在和媒体新年参训,她非常震惊,并说很想念她,感谢她的提携。 1983年,沈艳为刘家昌导演的电影《寒江秋水》配唱主题曲和插曲,这部电影是珍珍和银霞两姐妹的首次合作。 银霞还是和沈艳,江陵齐鸣的玉女歌星。 1984年,沈艳出了一张《心中城堡》,之后就离开了综艺公司。 那一年,综艺公司新一代玉女歌手杨林爆红,同样被称玉女的杨林和沈艳虽然只差五岁,但已是隔着两个世代的审美观了。 两年后,1986年,沈艳在光美唱片出版了四季专辑,显然成熟了不少。 之后,当时只有27岁的沈艳彻底离开演艺圈,移居美国并结婚,开了一家花店,生了两个孩子,和演艺圈彻底断了联络。 以往虽然不常见她,但她没有消失,如今真的消失了,想想都让人觉得悲痛。 一路走好,一代玉女偶像歌手。 多年后,台湾保丽金整合了综艺唱片,环球唱片又收购了保丽金。 2001年,环球授权大陆的布生出了一套环球巨星跨世纪传唱系列,并出版了CD和磁带。 因为踏浪太红,沈艳在这个系列里被命名为踏浪精灵。 但其实这张精选根本就没有踏浪,因为踏浪的版权在歌林唱片手中,歌林虽然已经没有出唱片了,但它其实还存在着,因为手里还捏着一大堆经典唱片版权可以过活呢。 这张精选其实全部都是综艺版权的歌,可是连一串新都没有。 一直到2005年,手中握有王牌的歌林,终于出手了,出版了一张叫在这里认识沈艳的精选集,双CD收录了38首歌,包括三首伴奏。 当然,这套唱片的第一首歌,就是《塔浪》。 2009年,歌林又出了一套平价版的歌林巨星经典复刻盘系列,沈艳排在这个系列第22号,收录了15首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